在近期缅北的纷争中,缅甸政府的态度让国际社会瞩目,这一冲突虽发生于一个不完全属于缅甸政府的特殊型政区,但却引发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然而,这场战争的真正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一个关乎缅甸国家命运的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缅甸中央更害怕丢掉的,或许不是果敢,而是他,那么,他到底是什么呢? 这里是包包说历史,欢迎订阅,带你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果敢冲突 果敢位于缅甸北部,一直是缅甸行政体系中独特的一部分。 虽然名义上隶属缅甸,却有着一定的自治权,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令缅甸中央政府感到措手不及。 原来,就在数日前,果敢地区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外界所知的冲突起因是当地武装分子对驻军的袭击。 然而此次冲突规模不断扩大,缅甸中央政府和当地武装分子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 历史上,果敢就是缅甸的一部分,是缅甸的一个自治特别行政区,可以自行管理内部事务,保留财政系统、法律体系以及政府机构等,无需听从中央政府的管理。 但同时,果敢的内政和军事却受到缅甸政府的影响,自治权的使用空间有所缩小。 正因如此,果敢逐渐成为一个模糊地带,即无法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 但想要脱离缅甸政府也并不现实,这也令外界猜测,或许正是这一原因,才爆发了此次冲突。 面对果敢地区突发的军事冲突,缅甸中央政府立即做出反应,迅速调遣援军进入果敢地区,缅甸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 这次看似平常的冲突,极有可能蕴藏着更深层次的动机。 如坐针毡的缅甸中央 事实上,缅甸中央政府担忧的不仅仅是丢掉果敢,更重要的是果敢内部冲突造成对善邦失去控制权。 善邦是缅甸政府七个邦中面积最大的一个,也是与缅甸中央政府关系最差的一个。 善邦地区汇聚了超过二十个不同的民族,以胆族为主。 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使得善邦成为政府难以控制的地方。 民众反抗情绪高涨,也加剧这片土地的不稳定性。 善邦平均海拔高度超过一千五百米,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因此无法发展农业和工业。 但广袤的土地依然令缅军无法放弃这片土地。 为了加强对善邦的控制,缅甸中央政府采取了分化、瓦解和武力镇压的手段,试图加强对这片区域的控制。 善邦之所以不服缅甸中央政府的管辖,并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自治,源自于善邦的特殊性。 早在公元一世纪时期,善邦地区曾有一个叫做埃劳国的国家,后来这个国家被灭。 由此可以看出,曾经的善邦有一段建国的历史,此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与中原王朝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靠着依附的关系,他们换取了政治的独立性,即便是在元明清时期,他们依然能够由地方治理,也称吐司政权,在清朝末年,善邦附近的吐司制度才有所变化。 随后由于英国的入侵,缅甸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善邦地区自然也无法幸免,英军控制了善邦的大部分地区,并将其也作为殖民地,在这里组建了一个实行联邦制度的区域自治政体。 由于善邦自始至中都有着高度的自治权,加上领土面积大,人口多,自然资源丰富,导致及时缅甸恢复了自主权。 依然对善邦尤为忌惮,如果善邦脱离缅甸中央,情形将变得更加复杂。 自治区的政治动向也将不再和缅甸有任何关系,缅甸中央政府无法通过温和的经济,政治手段左右这些地方邦。 长期以来,善邦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尽管经过多次谈判,但根本分歧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善邦的天然资源,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当地带来巨大商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利益分配问题。 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如何处理民族群体关系,保证公平正义成为缅甸政府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因此,如今果敢的大规模冲突也并非无迹可循,果敢的历史纷争也并非是简单的领土争端,而是缅甸内部各方势力角逐的一部分。 军阀想要在角逐中巩固在善邦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果敢冲突的结果很有可能将左右善邦地区的未来。 这场决定性战争的背后,隐藏的是缅甸内部权力的斗争以及各方军阀的明争暗斗。 这场混乱的局面中,胜利者与失败者都充满了未知,如果缅甸中央政府在这场冲突中失败,不仅会失去果敢,甚至还会失去整个善邦。 这也意味着果敢冲突将引发政治格局的洗牌,善邦或许要走向更加无法预测的未来,而这对于缅甸中央政府来说,无疑是最坏的结果,残酷的现实令其不得不保持清醒的状态。 此前,缅甸政府还能通过果敢区影响善邦的政局发展,如今果然出现大规模冲突。 如果果敢同盟军能够以军事手段恢复原有政权,缅甸中央政府对善邦也将失去控制。 目前来说,缅甸政府还没有能力组织联邦政体下地方行政区进行政治变革,当这些地方邦脱离缅甸政府管辖。 日后在自治区发生任何事件将与缅甸政府无关,此时缅甸政府想要以温和的经济, 政治手段影响地方邦也成为泡影,所以,缅甸中央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在维持对自治邦的基本权威上找到基本的平衡点。 中央政府一边要立即向果敢同盟军释放善意的信号,来表明政府乐于并合理回应其所提出的要求, 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措施巩固政权,避免手中的政权被削弱甚至到无法挽回的地步,维护国家的稳定。 果敢冲突的影响 缅北危机暴露了缅甸政府在军事实力上的短板。 所以,缅甸中央政府应该从多个方面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一方面,缅甸政府要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力量,军事技术与武器装备的更新升级无疑是提升政府军队战斗力的根本,只有加大对军事科研与技术的支持,才能保证军队在技术层面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缅甸政府则要加强对地方民族的融合与治理,以政治手段解决地方民族矛盾,建立多元共治的机制,减少地方冲突。 最终,缅甸中央政府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制止这场冲突? 成为关注的焦点,如果缅甸政府贸然行动,则很有可能引发善邦武装反抗,最终造成战争的扩大化,甚至形成全境战区,当果敢之战演变为对缅军整体抵抗,无疑会导致善邦地区更加混乱的局势。 而如果缅甸政府继继续采用分化、瓦解以及武力镇压的方式,保持在果敢的控制地位,虽然有可能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优势,但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甚至引发更多的抵抗,进一步加深善邦对缅甸政府的反抗,缅甸北部冲突的升级,也令国际社会将眼光放在这一局势和冲突上。 各国纷纷表达了对缅甸中央政府的担忧,呼吁以和平的方案解决此次冲突问题,国际社会的关注既是对人权的关切,更是对地区稳定、国际秩序的维护。 缅甸政府则需要审慎行事,加强和国际社会的沟通,争取更多的支持,毕竟,果敢局势一旦失控,不仅会威胁果敢地区的安全,甚至对缅甸整个国家的安全, 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地方局势的动荡也会进一步扩散为全国性的政治危机,所以,缅甸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果敢地区的稳定对整个国家的安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解决果敢问题,考验的是缅甸中央政府处理地方冲突,维护国家政治生态的能力。 缅甸中央不可能放弃对自治地方邦的管理,中央政府必须运用一切可用的资源,确保在这些地方邦中的权威不被削弱。 寻找和平解决方案才是正解。 果敢内部政权的更迭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是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挑战。 当前形势下,和平解决果敢冲突尤为紧迫。 缅甸中央政府应积极寻求和果敢同盟军的对话,倾听其合理诉求,尽快达成能够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案。 国际社会则应从中斡旋,呼吁双方以平等对话的方式解决分歧,保持缅甸的长治久安。 但同时,国际社会在介入过程中也要谨慎行事,避免走向过度干涉国家内政。 缅甸北部地区的问题并非简单的地区冲突,其中还包括了复杂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教因素,要以平等、公正的方式解决也并非意识,更不能通过外来力量强制干涉解决。 而是需要缅甸政府在动荡的局势中保持高度的冷静和克制,寻求对话与妥协,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果敢冲突的道路。 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的稳定与促进国家繁荣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